第二天 叶少阳很早起床 约瑞冷玉和四宝一起去吃饭 然后给谢雨昕打电话 让他赶来 毕竟他是警察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他来处理 谢雨昕赶到地方 看到叶少阳头上和肩上绑着绷带 吓了一大跳 逼他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听完之后一时间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梁道生就这么死了呀 连尸体都没有 都被火烧成灰了 骨灰或许要 你去找找吧 那还是算了吧 谢雨昕说道 本来他还想去拍点照片之类的 放在档案里 因为部门的特殊性 灵异事件的结案报告 允许与一般案件不同 但是有照片作证会更好 看来还得找上级好好说一下 特殊处理了 谢雨昕看了看叶少阳头上的绷带 转身对锐冷玉笑道 这次可真的是亏了有你在 少阳才没事 太感谢了 以后还得多指望你 最好你就不要走了 锐冷玉淡淡地说道 不客气 叶少阳微微低下头去 那个什么 我们来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四宝很巧妙地引开了话题 少阳 你打算怎么对付紫月 没等一夜少阳开口 谢雨昕说道 刚才来的路上 无乐意的儿子给我打电话 让我转告你 说如果你一心除掉紫月 他也没法阻止 但是紫月一死 阵法无少 最多只能维持半个月不到 到时铜甲狮王必定会出来 他让你最好想清楚 如何对付狮王再去动手 不然放走了铜甲狮王和一干僵尸 后患无穷的 叶少阳纳闷道 无乐意的儿子怎么会联系上你 谢雨昕笑了笑 别忘了人家是土豪 关系王很大的 想找我的联系方式很容易 叶少阳一想一言识 又说道 他说了什么 关于狮王有没有什么信息 我问了 他说他也不了解 梁道生只告诉过他 狮王很难对付 只能压制 没法诛杀 四宝听到这儿又说道 当初梁道生宁愿不止四 四九生几遍 杀了那么多人 也不愿意跟铜甲狮王对阵 可见这玩意儿实在厉害 估计快无敌了 叶少阳摇头说道 狮王可能没我们想的那么牛逼 梁道生估计是担心的 不是狮王一个人 而是怕古墓里的铜甲狮一起出来 哪怕放走一个 也是麻烦得很 那我们又能怎么避免 四宝挠了挠头 我从来没对付过铜甲狮 只知道刀将不入 一般法术也奈何不了 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也没有遇到过铜甲狮 叶少阳沉寅了一下 说道 这件事关系重大 不能乱来了 我想回山一趟 问师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顺便问问别的事情 此言一出 几个人都争了一下 四宝皱眉说道 你师父不是云游天下去了吗 我上次问了郭师兄 他有办法联系到师父 我让他带话了 确定师父在山上 这 你师父以前不是不愿意见你吗 我找到了道风的下落了 有事汇报 他不会不见的 叶少阳说道 反正紫月也离不开幽灵路 我们好好准备一下 再去对付紫月 我最多几天就回来 说着 分别看了一眼 四宝和谢玉清 说道 你们俩最好能搜集一下 关于古墓的情况 例如墓主身份 下面一共有多少僵尸 还有古墓的格局之类的 反正尽量多搜集点情宝 咱们将来的把握就能大一点 两个人都各自点头 谢玉清说道 我还有一件事要找你 最近石城出了一件大事 你们知道吗 哦 估计你们天天都在这忙 也不知道 是这样的 石城某个小区 有个妈妈吸毒 离家出走 居然把两个几岁的孩子 关在了屋里 生生给饿死了 过了好久才被人发现 我有同事去线上看了 那两个孩子饿得 惨不忍多 接着把事情详情讲了一遍 叶少阳三人听了这则新闻 唏嘘不已 连锐冷遇脸上 也显出了不忍的表情 这件事确实很惨 不过 跟我们法师有什么关系 死报迟疑地问道 听我说完呢 其实 这是一个灵异事件 据说当时报警的一位邻居 就是隔壁的一个邻居 晚上老听见隔壁有孩子哭 起初也不知道 那家母亲走了 后来总是哭 听着有点不对劲 又敲门不开 这才报的警 而且我的同事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确实也发生了灵异事件 本来这件事也就算了 但是最近几天 那栋楼里很多住户 都反映遇到过灵异事件 例如电梯自动启动 到那一层就停 然后晚上在公共水池洗衣服的人 透过脸盆的水 看到天花板上有小孩的脸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 所以现在这件事转到了我们课 也就是我负责 我只能找你们 一夜少阳皱起了眉头说道 饿死鬼怨气是不小 而且又是小孩 很容易成厉鬼 不过这也是相对 毕竟他们成鬼才几天 再厉害也厉害不到哪去 你去找老郭就是了 对付这种小鬼 他还是没问题的 谢雨晴说道 那我就先去找他 他要是对付不了 我再来找你们 不可能对付不了的 四宝一夜说道 那可不一定 我总觉得这件事不简单 几个人聊到中午 一起出去吃饭 席间夜少要摸出一个 蓝色的鸡蛋形状的浴室 皱着眉头看了半天 魂精石 瑞冷玉看了一眼说道 魂精石是风妖用的 你怎么有这个 这是集魂精石 是龙虎山道渊真人给我的 与阴极魂精石是一对 夜少阳把道渊真人 委托自己办的事情 说了一遍 瑞冷玉和四宝都不知道这件事 听完之后也震惊不已 石魂魔是鬼欲之鬼 吸食鬼魂修炼 不管是活人生魂 还是孤魂野鬼都不会放过的 瑞冷玉难难地说道 这东西有些修为 但你肯定能对付得了 只是生性较诈 擅长变化 很不好抓到 夜少阳点了点头说道 我只能通过魂精石感应档 他就在附近一带 之前也调查过几次 都没有下落 感觉他应该是在蛇伏 这样我很难找到他 等搞定了石王 我就要专心来对付他了 虽然他现在不动 但留着 毕竟是个隐患 中文字幕为傅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